以校友的身份 走訪慈濟教育中心和喜慎中心 這裡有他們的點滴愛心 主要就是讓小朋友知道 當初他們一點一滴 鎖目的那個愛心 竹筒是要來建設教育中心 如今教育中心已經啟用 就是讓他們來感受一下 然後你來到這裡很開心 還挺開心的 為什麼很開心呢 因為這裡我愛心 新年時候 拿紅包錢捐來教育中心 嘉欣他會說 這邊有我一片的磚 他也是很想來看一看 他捐出去的那一片磚的 教育中心是怎樣的 所以很開心看到那麼好 那麼完美的設備給以後的孩子 教育中心成長會命 喜慎中心延續生命 親眼見證也不再小看 自己的力量 當然新聞 曠疫千 黃疫情 馬來西亞報 拍照 得到